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之前的思路不是一直是想要下车吗 如果反过来想 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车了 你看啊 我们每次到前面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过了红灯 就会有一辆外卖车 从这边强行地过来 然后呢 我们为了躲塌就会往这边转 就会撞上那边的油罐车 如果我们可以避免车祸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爆炸 有 有道理 我要到从未想到的人群里 去找我的真爱 是这个意思 也没有试过找男朋友的方式 我觉得你应该更主动一点 要么自己在网上碰 你可以找一些兴趣小组 他们有那种线下活动 反正就是在自然的交往中 找到合适的人 记住 不要目的性那么强 好吗 你们这就是最后一次循环呢 最后一次循环 如果这是最后一次循环的话 那不就是车上那些人 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吗 那我更应该报警了 你说得没错是我考虑不周 但是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想要救人而已 我之前在医院的时候 目睹了抢救 太惨烈了 你长点脑子行不行 这摆明了就是一个小骗子 怎么就是骗子了呢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他是我的大神别里科夫 行行行行 别跟我说什么什么夫 我听不懂这破名字 你除了这二名字以外 你还了解他什么 他手上有标志性的符号 还有他那些作品的原始手稿 肯定不会有错的呀 既然你们不愿意留他说 那我跟他一起走 我也是小牙 我也是 走 他在后门边上那个女的 他身上有炸弹 炸弹就在他脚下的塑料袋里 你想做什么 你别害怕 一会儿警方就会制服这个疯子的 一会儿上了桥 他们就会采取行动 到时候您只要把车停在桥边 他们就会把插单扔下桥的 你怎么知道 警察已经通知车上其他乘客了 是他们让我悄悄通知您的 像他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过气话说 就不值得咱们讨论 你们几个站起来 干什么呀 出去 我们交了钱的凭什么呀 我可以把钱退给你 或者为你刚才的言论道歉 我知道了 原来呀 是别里科夫的脑残粉 道歉 多可怕呀 这种垃圾话 都不坏 谁啊 谁啊 我没有下一次了 第二天醒过来 我们什么都不记得 即便是你把我忘了 我也会敲开门 让我们说啊 你好 我叫肖河云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愿意 我不要把你的人生 放在别人身上 除了他们以外 你还有我呀 希希姐呀 乔乔姐呀 都可以跟你做朋友啊 姐 谢谢你啊 谢谢你为了我跟妈 变得那么刀枪不如 那么的霸道 那么的逞强 这词怎么没一个是好词啊 我怪我说啊 小玩儿这样真大 我这 怎么样 没什么 所以是想说 你不想说 我能有什么事 啊 你不想说